各位網友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講一下特朗普中了招 我的看法是怎樣 其實很多人都很有趣 覺得一場辯論或者幾場辯論 是會影響到投票者的取態 其實看一場辯論的時候 自己本身已經有了立場 即是說你支持特朗普的人 就是他們不是說支持民主 而是說他背後的理念 支持特朗普的人就是覺得白人應該要至上 是應該要有種族歧視 是應該男女不平等 是應該美國可以主導整個世界 因為特朗普是可以領導 走回美國第一這個政策是對的 而支持拜登的人就覺得 相對來說是比較理性 走回歐巴馬 很純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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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個是極端不同的取態 其實你看一場辯論比賽的時候 看到特朗普欠咪說 你就會說他是對的 應該要取得主動權 支持拜登的人就覺得 應該是要全部講理性 要去回以前的秩序 其實我覺得沒有說對和錯 因為其實怎樣說 有什麼選民就會選到什麼領袖 其實幾年前已經告訴大家 大家都是喜歡特朗普這種類型的領袖出來 即是等於今時今日 為什麼蘇聯 即是現在的俄羅斯 要找回一些高壓手段的總統 想上來統治 就是因為他們的民眾 唯有希望找到一些領袖 是令到他們強大 今時今日其實在俄羅斯 是很多人都會支持他們的總統和總理 即是等於以前在希特拉的年代 為什麼希特拉的出現 因為那時候的民眾需要那時候的領袖 不可以說人是 其實理性的時候是非常少 說真的就算特朗普這種中招是真或是假 我覺得他玩選舉的遊戲比拜登厲害 因為他操弄的民意會比較好 最主要就是他在社交媒體 他懂得玩的層次比拜登高 雖然現在坊間說拜登是領事 但是我自己深信我覺得最後來贏的 會是特朗普 即是無論他是真中招也好 假中招也好 喜歡他那些就會更加喜歡他 亦都會把仇恨放大在病毒那裡 亦都會把病毒推給中國 這些是他們一貫的做法 始終他很難會輸 今天想說特朗普那件事 就是講到這裡 有什麼可以留言大家聊一聊 拜拜